那可以讲一下云端发票目前的状况吗 听到关键问题 财政部部长庄翠宇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鼓励大家用云端发票 却被质疑抽奖活动不公 请开始抽奖 公开抽奖证明一切公平 但一看中奖名单那也安逸 云端中处活动9万人参加 但却有4个人重复中奖 其中两个人还拿了两次相同奖项 而获得两台iPad的民众 也跳出来强调自己不知情 一度以为遇上诈骗 您跟财政部有关系吗 没有耶 我卖便当耶 我都很怀疑 我也觉得说虽然账号是一样的 汇管账号是一样的 可是我在想说 为什么又中枪桶的东西 抽奖有没有出问题 财政部官员上中立委质询就被问到 可是这19个人啊 里面竟然有4个人 可以连续两次抽到大奖 这数字有错吗 第一期 对不起 GG55答不出来 但有争议的还有这个 税务突击队抽奖活动 中奖名单常有玄机 社会组有123奖 但抽到200块超商礼券的50位幸运儿当中 姓彭的共有16个 仔细看名字叫彭圈林 竟然有8个 再比对email账号也很像 网友戏称根本是彭家之光 但税务署强调线上公开抽奖 一切是几率问题 这当中是否有猫腻调查局要立案调查 但对于负责的财政部却没有作为 难道是想轻轻带过也让民众看不下去 等新闻李安静彭新闻在台北报道